白色棚子搭起的攤位 点缀黄色亮灯 台南海岸商圈瞬间气氛十足 台南甜点节30和31号登场 吸引民众涌入 放眼过去人潮满满 甜点节一个晚上 创造破万人次入场 算入场设置看板 要民众全程戴口罩 也不开放饮食 但拉开镜头看看 还是有不少人 脸上根本没口罩 有人边走边吃 还有说好的保持社交距离呢 台南市长黄伟哲 脸书被民众灌爆 看到甜点节燃潮了吗 您一点都不担心吗 灯会不行 眼水风泡不行 选择性禁止 甜点节好像不输给庙会活动 说一套做一套 我觉得应该要换市长了 我希望说因为 就只是一个市集的活动 然后造成防疫的破口 人家呢 他就卡来卡丘 一天我回家吧 民众留言毫不留情 怒批台南市府 活动防疫根本双重标准 主办单位他没有好好控制人流 以及劝导民众必须应该全程戴上口罩 还是请他们今天甜点节的活动取消了 国内疫情紧绷 全台不少县市大型活动都纷纷取消 30号甜点节却如期举行 现在被民众炮轰 市府和主办单位 只能临时喊咖 少办一天活动 紧急之谢 既然来关张 谈订阅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